一般情况来讲 视疲劳不会导致很严重的视力下降 那么视疲劳所诱发的患者感觉到事物的模糊 一般由于两种原因所出现 第一呢 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眼睛过度疲劳以后 内膜的不稳定 因为内膜在我们的眼表面 它是一个水样层 那么水样层的这个 它的不稳定性呢 可以导致我们趋光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就相当于是 我们戴着这个眼镜贴了层膜 那么你这层膜它的不规律不稳定 那么就可以出现看东西涌发散 或者是说 我对人说感觉的有点模糊的这种表现 那么也有的人 这个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所说的就是视皮老鼠 优化的视力下降的是和我们的结状机的调整有关 因为你眼睛啊 就像我们这个胳膊提水一样 当我们这个胳膊比较累的时候 我可能就提不动十桶水了 我正规情况下 我可以提十桶水 但我总提总提我累了 那么我这十桶水我就提不动了 我可能只能提八桶水 只能提五桶水 那么眼睛也是一样的 那么你用眼特别多的时候 我们的结状机呢 它的这种激励呢就会下降 那我常规呢 我可以调焦的这种镜头的这种伸出伸缩度呢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常规的话 我看近处 我可能用两个激励就看清了 但是呢 这时候我累了 我只能调一个激励 那这个时候我看近处可能就看不清了 看远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不然的话 我自己正常调节 我能看清远处 那我这个时候比较疲劳 远处可能就看不清了 那我哪怕 我谢谢你 我看楼沉 那我好像没关机 我自己都没有 Wait 我去年纪纪cemos 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有一个 这种情况 然后 我看看 哇 不知道 那真的